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还有我们学到的是 有钱人他喜欢投资券在资产上面 一些资产呢 所用掉的钱你把它买回来 以后会升值 但是穷人他还会花在负资产上面 如有一些房子啊 或者汽车啊 或者奢侈品啊等等 或者就是花在平常的吃住上面 所以这个区别在这里观念不同 那我等一下也会给大家 我待会会给你相关这样子的资料 让你看一下有钱人呢 他如何的把他的钱所赚来的钱呢 把他管理好 让他的钱滚钱 钱滚钱 那有源源不断的收入 那同一时间也会给你看 没有钱的人呢 他们的钱是怎么样子花的 他们大多数会花在一些负资产上面 或者消费上面 那这些钱呢 导致他们会欠很多的信用卡的债务 或者呢有很多负债 那导致恶循环 那希望今天的录像带 会提供给你们价值 以及呢 你也可以呢 subscribe在下面 打开小叮当 我以后呢 有一些 有类似的一些资料呢 你们可以第一个 可以收到这方面的消息 谢谢你 我可以收到这方面的负资产 我可以收到这方面的负资产